說到了比亞迪之外 還有呢 要來看到是他們呢 這個汽車出口 比亞迪可以幫助呢 中國大陸汽車出口的一個成長非常快 委員怎麼看 因為呢 2023年10月 中國大陸出口的車子 來到了10月52.7萬輛 比去年同期增長49.72% 然後1到10月份累計呢 出口來到了423.9萬輛 超過400萬輛就已經超過日本了 比去年同期62.4 然後其實呢 2022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呢 其實出口了 來到了怎麼樣 340萬輛 就已經超越了德國 成為世界第二大 所以今年非常有可能會超越日本 因為呢 2023年估計 也許出口會來到540萬輛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一個國家在短短的10年內 推出一款電動汽車 或者新能源車 竟然打遍天下無敵手 這絕對是一個歷史性的成就 而且可能在產業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是習近平在2013年擔任中國國家主席以後 在產業界開發出最重要的成就的一個產業 現在中國的資金大量往哪邊集中跟投資跟借貸呢 第一個就是電動車 第二個就是電池 第三個就是半導體設備 第四個就是太陽能光電板產類 這些東西已經集中了中國龐大的資金 中國在這幾個行業上面 只能贏不能輸 因為中國在全世界的這些外銷市場上 固然外銷規模很大 但大部分都是偏向於低價位的 大眾的用量很多什麼聖誕燈啊 雨傘啊 腳踏車啊等等 或者組裝手機啊等等 並不是出口很多的半導體或者汽車 或者工業用品 現在中國要改變 因為只有往新的行業走 老百姓的守得才能夠提高 要不然你附加價值 你說聖誕燈做一大堆 一貨櫃還不如買什麼一支手機 所以對於中國來講 老百姓生活改善是有限的 所以如何提高這個 我們以後不只是要組裝手機而已 幫iPhone組裝手機 如果有華為自己所有的附加價值 東東會算盡中國的國民守得 對對對 不像iPhone的手機 大部分的錢都被美國人賺走 留給中國的GDP比重不高 那就沒有辦法提供 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快速的提升 GDP現在今年大概是可以多 一萬五吧 一萬美金吧 要到三萬以上 我們才可以光中耀祖 用來基於這個規則 那要到三萬以上就要靠新產業 高附加價值的產業 不能老是做牛仔褲 賺不了太多錢的 所以現在比亞迪 可以說是中國光中耀祖的一個行業 像其他做電池的廠商也是 所以不只是比亞迪強 還有其他的這個小朋友 大家一起努力 如果能夠出現的這個動不動 一年出口就是幾千輛的產量 幾千萬輛產量 那以後沒有人會談日本汽車 沒有人談德國汽車 就一定談中國汽車 是 對 中國大陸汽車 我想問一下委員 比亞迪的量 會不會更加的往前 因為呢 他包括了公佈第三季的財報 獲利大增82% 那另外來看到呢 Tesla最近也被說 有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是降價 因為第三季的毛利率呢 說從去年同期 還沒開始降價的毛利率是25.1% 降到最近是17.9% 那是非常的低 結果現在呢 Tesla有個重磅消息說 我要漲價了 Model 3呢 長續航的 它的新版呢 售價來到27. 29.74萬人民幣 先前是29.59萬元人民幣 調高大概是1500元左右 然後呢 再來這個Y系列 那它是30.24萬元人民幣 那先前是29.99萬元 上漲2500元人民幣 它一下子降價 一下子漲價 它馬斯克玩得不亦樂乎 可是你的競爭對手 價錢還是比你便宜啊 我講的是BRD 當然BRD有很貴的 可是大概同類型的車子 BRD還是CP值比你高 品質比你好 但價錢稍微低一點 這個也給這個 特斯拉或者馬斯克 都帶來龐大的一個壓力 是 那你現在毛利率這個降低 企業界本來就是 越做毛利率越低 可是我的股權的報酬率 會越來越高嘛 是 這才是重點 哪一個股東說 你毛利率賺很多 可是為什麼算到我手上的股票 的報酬率很少 這個兩個有相關 可是不完全能夠等同來論的 因為你每一個產品的毛利率很高 可是你算了總金額 是營業額的多少 是一個問題 那算回來 我的股本裡面的報酬率 又另外一回事情 是是是 貝斯不一樣嘛 現在比亞迪的獲利能力 或者營業成長的速度 我早就鐵口直斷 還在爬山還沒到山頂 還有很大的空間 就是因為這種爬山的力量太強了 讓了歐盟啊 那個法國總統啊 馬克文很緊張 經濟安全 我的電磁產業也會被打垮 有 馬克文很努力在做電磁產業 很努力在搞電動車 有一段時間 好像尼洛嘛還是標誌 有一個小的電動車在歐洲賣得很好 變成賣量最大了 他現在看到中國的車子更好 然後蜂擁到歐洲來 他開始害怕了 說要求歐盟調查一下 中國有沒有什麼不公平競爭啊 反補貼調查啦 有沒有什麼補貼啦等等 哎呦 我就馬克宏了 他明明知道答案嘛 對啊 那現在 好啦 不管他中國 你調查要調查吧 大家公平來嘛 那你可能會到時候加稅就加稅吧 我性價比還是比你高啊 還是比你高啊 最緊張的是誰 德國 是 德國想說 中國拜託啊 那個法國弄的 是法國弄的 不是我弄的 你不要把把箭頭對上我的什麼 大眾汽車 我的 我的BMW啊 我接納你喔 本來只有雙B嘛 我接納你比亞迪變3B 這樣可以了吧 對啦 所以呢 中國大陸喔 就是車子的性價比 就是比你好嘛 所以委員剛才特別提到了 你特斯拉一下漲價一下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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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電站 中國大陸也是全世界造最多的 但沒有錯 中國大陸的這個領導階層 我不得不配我兩把刷子 他知道去搞這種充電設備 一般廠商是有困難的 他知道剛開始要推這個電動車 老百姓接受度是有問題的 那我印象很深刻 你知道在大陸上買車 你知道要搖耗嘛 而且是大城市要搖耗很困難 他就來一個電動車優先 所以電動車拿牌沒有問題的 那電動裝 公共設施都在政府手上啊 來到處把你弄得讓你很方便 這個其他國家有在做嗎 沒有 美國啊 西部你哪有什麼電動裝 這是美國政府每次做的事情 中國即使在比較偏僻的地方 也有電動裝 而且中國電動裝是你看APP 就知道它在哪裡 好方便喔 對啊 你不用去找 不用去瞎整啊 在美國要找個加油站 都還瞎整的 所以這個政府有沒有用心 在推動一個新的產業 讓新的產業 讓可以提升老百姓的 平均GDP 一看都知道嘛 那你現在中國的充電裝 還有各式各樣的電動汽車 我們大家當然知道 比亞迪最具代表性嘛 對 可是不只是比亞迪而已喔 很多喔 對 你不要每一次說看比亞迪 排前面只講比亞迪 後面小鵬未來會不服氣喔 對 所以中國大夫電動車這一塊 未來小鵬啊 這些都會迎頭趕上 會變成一個非常好的良性競爭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折扣 請測試給大家更多派 請測試給大家更多的 感謝報名 平衡布保養 靈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